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好事 上期死亡笔记讲到L把小弥作为二号Kila嫌疑人抓了起来 夜神月的局势瞬间变得非常被动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死神雷姆找上了夜神月 他说他劝小弥放弃了死亡笔记 也就是说小弥这时候已经没有关于死亡笔记的任何记忆了 夜神月听雷姆这么一说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雷姆紧接着又说 你要是不把小弥救出来我就杀了你 夜神月说能让一个死神这么为自己着想 小弥真幸福啊 于是雷姆就告诉了他自己之所以这么护着小弥的缘由 雷姆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小死神名叫杰拉斯 他非常喜欢小弥每天都关注着小弥 有一天在小弥遇到危险之时 杰拉斯写死了歹徒变相延长了小弥的生命 但是这样一来杰拉斯就会化成一堆粉末死掉 雷姆不懂杰拉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既然这是杰拉斯最在意的人 于是他就想继承杰拉斯的意志 下凡来到人间并把杰拉斯的死亡笔记交给了小弥 在与小弥相处的过程中 雷姆也对小弥产生了感情 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 不过小弥既然拿到的是杰拉斯的笔记 又不是你雷姆的 那他为什么会看见你呢 这个漏洞还请评论区的大神帮我补一下 夜神月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不仅能救出小弥还能让自己洗脱嫌疑 他把小弥的死亡笔记交给雷姆 并让雷姆把死亡笔记随便交给下一个人 然后他又把自己的死亡笔记埋在一棵树下 最后假装投案自首 说我知道L你怀疑我 也许我在无意识的时候真的就是Kila本人 所以我想你们把我关起来 24小时全天后监视我 这样就足以证明我的清白了吧 L倒是不客气 直接同意了监禁夜神月 起初的一周 外界真的没有再发生任何命案 就在夜神月的嫌疑越来越大之时 他也选择了放弃死亡笔记 刹那间夜神月就像重获新生一样 立志要跟L一起缉拿Kila归案 而雷姆那边则把死亡笔记 扔给了一个傻白田记者小姐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小姐姐开始疯狂杀戮社会上的坏人 这里有一个镜头显得小姐姐腿好长哦 但是这段没啥实质内容 大家看看腿就行了 看过瘾的我就先走了 接连出现的命案 瞬间洗清了小明和夜神月身上的嫌疑 这二人被关了将近一个月都快死了 不过L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二人 能把杀人的能力转移给别人 我天这你是咋推测出来的呀 也太神了吧 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小明和夜神月确实没有什么嫌疑了 那就先把他俩给放了吧 而记者小姐姐在把人写死之后 总是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下素材 一来二去的 他逐渐受到了上级的赏识 从一个外拍记者 变成了能跟女主持人同屏出镜的副手 然后女主持人就有点不乐意了 这是有人在挑战自己 在电视台一姐的位子呀 于是他很生气的找领导 想把记者小姐姐踢出去 领导说我也是个打工的 我也有我的领导啊 这是上面的安排 我没办法 然后女主持人就生气的下了车 并且过马路的时候也不看路 结果人就这样没了 当然这肯定是记者小姐姐一手安排的 一日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电视台的主持人 那由于L发现夜神月是Kila的可能性 无限接近于零 整个人遂变得非常的消沉 因为长这么大 自己从来就没错过 然后夜神月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 说自己找到了Kila的线索 证明了现在的Kila 根本就不是最初的那个Kila 而且夜神月还发现 现在的Kila应该是个女性 而且她就在电视台上班 我天一个个都是牛人啊 确实傻白天记者小姐姐 根本不懂得如何好好保护自己 肆意杀人漏洞百出 这不是给人营造抓到自己的机会吗 很快调查组就偷偷在记者小姐姐家里 安装了多个监控设备 然后她毫无防备的使用了死亡笔记 根据她写的名字 调查组发现与之前死掉的人如出一辙 但是光凭她在笔记本上写一些人的名字 根本不能作为她杀人的证据啊 于是调查组便来了个阴招 让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给小姐姐打了通恐吓电话 我在你家装的有监控 你要是不想让我把你的脏事曝光出去 那就掏五百万作为封口费 小姐姐回家一看 果然家里确实安装了摄像头和窃听器 便如约去跟恐吓者见面 恐吓者还给了她一张自己的名片 小姐姐刚回到家便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要她赶紧打开电视看新闻 原来那个恐吓者竟跑到电视台要曝光Kila 小姐姐立刻把恐吓者写到了死亡笔记上 而这一切其实都在大家的监控范围之下 大家就是想看看Kila 到底是怎么远程杀人的 过了一会儿那个恐吓者还没死 于是小姐姐就不淡定了 卧槽那个渣男竟然给了我一个假名字 太过分了 雷母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要兑换死神之眼 当小姐姐拥有了死神之眼后 就连忙往电视台赶 想要当场挟死恐吓者 这一路上她又是超速又是闯红灯的 有个交警叔叔将她拦下 然后她就把交警给挟死了 真的喵恶毒 小姐姐紧赶慢赶终于来到了影棚 但这里其实早已设下天罗地网 大家直接逮捕了小姐姐 而且所有人轮流摸了一下死亡笔记 然后就都看到了死神雷母 叶神月当然也想看看死神长什么样子 她上手一摸 所有记忆在一瞬间就全都回来了 然后她暗暗发笑 赢了 果然一切都是按照我预料好的方向发展的 时间回到一个月之前 叶神月在把小迷的死亡笔记交给雷母的时候 还让她在笔记上加了一条假规则 我去这都行 这条规则就是笔记的拥有者 必须在13天之内至少完成一次杀人 她很清楚自己放弃笔记后 肯定会跟L联手 那普通人拥有死亡笔记 肯定会漏洞百出 她和L很快就会抓到人家 到时候她就有接触死亡笔记的机会 然后就能再次找回记忆 时间回到现在 趁着大家向死神问话的机会 叶神月偷偷用藏在手表里的死亡笔记纸 写死了小姐姐 而根据死亡笔记的最后一条规则 叶神月和小迷被监禁了那么久 远远超过了13天 讲道理他俩绝不会是key了 但L的脑回路太清奇了 竟然怀疑这条规则是假的 你大眼的这你都能猜到 接下来叶神月跟小迷说了句悄悄话 让小迷去一棵大树下挖个东西 于是小迷就挖出了叶神月的死亡笔记 在他触碰到笔记的一瞬间 小迷的记忆瞬间也都回来了 这里还有叶神月给他留的一封信 信上说他之前在学校见到的 那个戴面具的家伙就是L 他让小迷把L写死 可是由于之前小迷每天见到的人名太多了 他根本记不起L的真名叫什么了 而他之前还放弃了死亡笔记 现在虽然找回了记忆 但死神之眼的能力却消失了 小迷为了不让叶神月失望 一咬牙又想用一半的生命来换取死神之眼 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将会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我天这女的真是爱叶神月爱到痴呆了 关键是我也没见叶神月对他有多好呀 他至于这样义无反顾的为一个男人做出牺牲吗 接下来L让总一郎把死亡笔记拿到米国去做一个测试 找两个死刑份 让其中一个写下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看他13天之后会不会死 就知道这条规则到底是真是假了 于是总一郎就带着死亡笔记出发了 并且L还派出所有人保护总一郎上飞机 这样调查组只剩下L和叶神月以及杜老爷子了 L又派杜老爷子去把小迷接过来 叶神月问他你到底想干啥呀 L说小迷就是二号key了 他手里绝对有另外一本死亡笔记 叶神月说那他恢复自由之后 为什么不把你杀掉呢 L说估计他把我的名字忘了吧 所以我现在把他叫过来 他看到我的名字必定会想要写死我 只要他拿出纸笔我们就能抓住他了 而这次我会把他关到死为止 雷姆听见L这样说瞬间不淡定了 为了保护小迷 雷姆无奈在自己的死亡笔记上 写下了L和杜老爷子两个人的名字 雷姆等于变相延长了小迷的寿命 于是化成了一堆灰烬 而杜老爷子和L的心脏也在同一时间停止了跳动 叶神月大获全胜 一局铲除了两个能威胁到自身安全的人神 他在L死前终于承认自己就是key了 L最后说了句 我果然没错就死了 其实多年前我就看过死亡笔记的动画片 但是在L死了之后我就不太想看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对死亡笔记真人电影也比较排斥 就是因为我不想再看见L死了 如今我看了真人电影 没想到这版的结尾给来了个反转 咱们收拾亲情接着往下看 叶神月从小迷手上拿过死亡笔记 他第一个要写死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总一郎 因为总一郎会一直调查key了案 那么老爸就会是自己的绊脚石 这个叶神月真是一点人味都没了 紧接着总一郎返回了调查组 但是死亡时间到了之后 老爸竟然没死 总一郎说你在这干的所有事我们都看到了 说话间一群警察冲了出来 然后L也出现了 他没死 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他设的局 他之前偷偷把小迷的死亡笔记掉了包 然后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23天后自己将会在睡梦中死去 因为死亡笔记最多能控制的死亡时间是23天 这样一来 当雷姆又在死亡笔记上写下L的名字的时候 由于他的名字之前已经被写在另外一本死亡笔记上了 那雷姆写的就会被判定为无效 不过既然无效的为盲 雷姆还会死呀 而叶神月刚才是在一本被掉包的死亡笔记上写下了老爸的名字 所以老爸就没事 L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竟然不惜赌上了性命 那万一叶神月要不是Kila的话 你不就白死了 而且你怎么知道雷姆为了保护小迷会跟你同归于尽呢 你提前自己写自己名字的动机就不充足 确实啊 真人电影改编的这个结尾bug满满 但是能亲眼看到L抓到了叶神月 简直不要太大快人心 合理不合理不重要爽就行了 叶神月还指望Luke能帮他把现场所有人都写死 但Luke也是一只没有人情味的死神 他才不会给叶神月续命 于是他亲手写死了叶神月 镜头一切来到23天后 L的生命也迎来了终结 好吧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人如果拥有至高无上 甚至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权利 那么就算起初他是抱着最大的善意来面对这个世界的 但是这个人的行为早晚也一定会被扭曲 我们要明白 就算有些人罪该万死 那也得是通过法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对其量刑而判 而不是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说剥夺谁的生命就可以剥夺谁的生命 我很庆幸我们的真实社会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也希望永远都不要出现一个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善良的 我是好师 关注我带你每周看一部精彩的游戏和电影 感谢观看